疫情之下 贩毒竟然靠抛锈球 跨境贩毒 他们都没有上岸 主要就是把毒品远远地 逃到澳门的岸边 那边接货的人 一接到货马上就逃跑 他是人体运毒工具 体内包装却突然破裂 害怕 紧张 真的是一个很慌啊 他是人解脱的感觉 至少都能为他们控制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马王涛 我们知道毒品是世界的 攻害 吸食毒品会给人们的 身心健康造成极大的损害 而且这种行为往往还会 诱发许多的刑事犯罪 那么对于各类涉毒违法行为 警方一直以来都是采取 一个高压的打击的态势 最近广东警方就成功地 摧毁了一个由香港 澳门及内地人员组成的 跨境走私贩毒团伙 这是一段来自澳门 警方的监控录像 画面中能模糊看到 距离岸边不远的海面上 飘荡着一只山板船 船上人员的动作 似乎是在往岸上 跑物品 这里是珠海和澳门之间的海域 一般来说山板船相对稀少 在山板船上往岸边 跑物品去不上岸的行为 看起来十分怪异 他们都没有上岸 主要就是类似 像古代那种抛锈球的形式 山板船上正在抛锈球的人 并不知道 自己已经被珠海警方 和澳门警方盯上 事情还得从三月份开始说起 在新冠疫情期间 为了减低感染病毒的风险 许多人都避免外出活动 而有几名有吸毒浅科的人员 在珠海市的活动 却异常频繁 我们发现这个 可疑人员叫徐某豪 据可靠线报得知 他以前是经常 通过人体长度的方式 带毒品到澳门的 拱北口岸 是珠海与澳门之间的 通关口岸之一 也是唯一一个 不行就可以过关的口岸 澳门居民在办理了 回乡证以后 可以不限次数 往返两地 那么他们利用这种条件 从中收取一点好处费 方便带个物品 这些往返之间 采取蚂蚁搬家的方式 所以这些人 我们俗称为水客 徐某豪曾经在这里 利用各种方式 跨境运送毒品 其中利用澳门水客 夹带毒品就是他惯用的伎俩 水客有自身的这种优势条件 那么就给一些违法犯罪人员 看到了一些商机 给一点好处费给他们 利用水客作为一个中转 带一些维经品到澳门和境外 因为疫情防控的关系 3月27号60起 所有经过广东口岸入境的人员 均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并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天 在严格的防控措施下 徐某豪已经不可能 用人体夹带藏毒的方式 把毒品带到澳门 我们发现这个徐某豪 跟另外一名叫郑某威的人员联系 这郑某威是有偷渡前科的 通过这几点的信息 我们就判断 这两个人可能是 想以偷渡的方式 把这个毒品带到澳门去 为了逃避澳门警方的侦查 徐某豪等人利用山本船 从珠海偷渡到澳门汉域 接下来就发生了节目开头的那一幕 我们目前掌握的这几单 他们都没有上岸 主要就是把这个毒品 远远地抛到澳门的岸边 那边接货的人 一接到货马上就逃跑 徐某豪和郑某威 自以为计划周响 可以满天过海 没想到4月11号下午 他们在澳门岸边 完成抛送毒品的任务后 在返回珠海途中 被澳门海关拦截 澳门警方已随即将二人拘捕 经过询问 警方发现 负责驾驶船只的郑某威 是受一个叫李老板人指挥 而负责运输毒品 和组织货源的徐某豪 是被一个叫小宝的上家指挥的 至此为止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 已经有4名成员了 但是偷渡跟阅述毒品 两个犯罪中间 肯定有一个共同的首脑 也就是一个团伙的主要成员 去组织这样事情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焦点 转向这个李老板跟小宝 在对这几个人的社会关系 进行侦查时 民警发现 这4人还与一名香港 及男子来往密切 通过再进一步的侦查研办发现 他们两个是受一个叫冯某伟的人指挥的 冯某伟 香港人 犯罪前科非常多 其中占主要的是毒品犯罪 曾经因为贩毒 两次被送进监狱 前前后后坐牢 就坐了22年 有时候他会亲自参与到 整个毒品的运输 有时候他就在幕后指挥 他所有住的住处 都没有一个是用他的名字的 要么其中有两个地方 是用他女朋友田某伺的 经过一两个月研判 我们也发现他这个团伙 是有一个女管家的 也就是这个冯某伟的 他的女朋友叫田某伺的 在毒品上案后 当地的马仔根据田某方 或冯某伟的指示 在指定地点将毒品藏好 随后就告诉田某方 在收到马仔的信号后 田某方在给所谓的客人 发送取货消息 期间马仔会在远处观察 防止毒品被抢 当客人拿到毒品后 就把毒资打到犯罪团伙的帐上 一旦跨境贩卖毒品的交易 就这样完成了 在偷渡运输毒品 到澳门的安排上 冯某伟也非常谨慎 一般神经委是 安排一个人去偷渡 船上有船家和嫌疑人 就是运输毒品的嫌疑人 一些犯罪分子 喜欢走这条路 到了晚上的时候 人和车都比较少 冯某伟并不会亲自 把偷渡的钱 付给安排船只的船家 而是安排钱转交给中间人 再由中间人以现金交收的形式 或者是转账的形式交给他 经过三个月侦查 我们磨清楚了 整个犯的起码 将近有35人 其中主要是 在澳门当地的 他们的一些马仔 就有着十来个人 还有一部分人 是负责从香港 运输毒品 运输到内地的 还有去内地组织货源的 但是这个团伟头目 还是主要是以 肯母伟和天某方为主 珠海警方在三个多月的 侦查工作中 掌握了大量 关于以冯某伟为首的 跨境贩毒集团的犯罪线索 5月25号 专案组发现 该犯罪集团 将于当晚再次进行毒品交易 在这个5月26号 他们澳门跟这个冯某伟 他们这边联系上 他们要货嘛 以后这个冯某伟 也是从香港那边 拿了60多万的货过来 那天晚上我们是 澳门和珠海两地 同时收网 然后我们珠海这边 专案指挥部呢 就布置了11个抓部组 5月26号凌晨 包括骨干冯某伟 和田某方在内的 7名团伙成员 在珠海各个不同的地方 出发押送货物 准备又一次 把毒品偷渡运输到澳门 他自己开这个车 跟其他几个同伙在一起的时候 是不断地变换路线的 这次负责偷渡运输毒品的人员 叫苏某德 在苏某德登上偷渡船以后 珠海警方马上将情况 通报给澳门警方 珠澳两地同时行动 开展收网工作 这一次 偷渡预处毒品的苏某德 并没有采取以往抛锈球的形式 把毒品抛上案 而是亲自将毒品带到澳门 待苏某德向冯某德等人 发送任务成功的信息后 澳门警方在酒店内将苏某德抓获 有澳门警方在十多分钟之后 回馈给我们 说他们人已经抓到了 行动成功 货也结货了 冯某伟在收到苏某德安全上案的消息后 就开车离开了码头 此时他并不知道 在对岸的苏某德 已经被澳门警方抓获 集团里负责分拆毒品的另外两名嫌疑人 仍在住处 等候证冯某伟等人 将他们接去一起庆功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警方的抓捕 我们当天晚上二十许 在龚北某花园的房内 抓获谭某两某两名嫌疑人 到了市政府和我们饮集院 旁边那个路段的时候 刚好前面有一个车 挡在神经纬这个车的前面 然后我们这六台车就马上冲气 现场的时候 我们在车上一共抓获了 五名方队嫌疑人 其中一个就是一号手放这个冯某伟 五月二十六号凌晨的联合行动 珠澳两地警方分别在两地 共抓获贩毒嫌疑人17人 珠海警方抓获集团首脑冯某伟 和骨干田某方等7人 缴获毒品可卡因400克 扣押冻结作案财务一批 澳门警方抓获10人 和海关的合作 在情报交流 个案合作 财富调查 以及司法合作方面 我们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除了偷渡运毒 贩毒团伙 经常还会采取人体运毒 这样一种贩毒的方式 所谓人体运毒 就是运贩毒人员 采取吞塞等等方式 将包装好的毒品 吞进胃肠等等部位 到目的地之后 再将毒品排出 那么这种人体运毒者 俗称飞蛾 不久之前 江西南昌 有一名20多岁的小伙子 就是因为一念之差 沦为了飞蛾 还差点把性命丢掉 那么他都经历了什么呢 来看报道 因为客户崔丹 郑某曾经是一名外卖小哥 在一次送外卖的路上 因为下雨露滑 不小心撞到一个老人 在花费了几万元之后 手头紧张的郑某 在朋友介绍下 开始进行网络赌博 六月中旬的时候 就相信输了 我就自己就已经输了 两万多了 平台就用私信给我 就说让我加到微信 说可以提供给我贷款 但是是带了 五万块钱 只有七十十五点 让我还他七万块钱 后周期过了将近两三年左右 他就说要赶紧还钱 当时他威胁我 就是说 他们在国内有很大的势力 就是说 他们所谓都被人命 都是觉得生命变的 微信里这个名叫大鱼海棠的人 此时向郑某提出了一个要求 要他来昆明 帮自己运输一件私人物品抵战 就过去了到云南 昆明到盲室坐车 大概坐了六七个小时 然后第二天就 第二天早上就有人打电话 然后让我下去 就有人其他摸着这些通过 他把我送到一个河对面 他让我自己坐上 过了那条河 把我眼睛蒙上 让我上车 之后坐车在这半个小时之后 车上只有两个人 一个司机和一个同伙 把我送到一个网吧 听司机和同伙交谈 过了那条河 就已经过了中年边境 网吧现在并没有营业 一心等待郑某的到来 而接下来 他将见到微信网友大鱼海棠 从玩吧 他把我带到山脚上 他就跟我讲 就说这几天不要吃饭 为了就喝点水喝点牛奶 过了大概两天吧 他就带人过来了 还能吃饭 他就是几天 我会找到头 當時去用了將近三十多個 那以後把我送到不知道什麼啊 是那個火車站 那我就回說 當時去西安那邊 在火車站之後兩天 一路上 現在想一下都已經煩惱了 這一趟堪成折磨的送貨經歷 只抵銷了七萬元債務當中的一萬 鄭某回到南昌 又向朋友借錢還了一萬 還剩下五萬 說好了慢慢償還 那天接了個電話 就是還是他來給我的 他就提出說讓我再過去一趟 然後他威脅我說如果 如果不過去的話就把視頻 就是把我犯罪的證據 上交給警方 噩夢再度重演 鄭某再一次到達緬甸 第二次的海洛因包裝比第一次大很多 讓身心更加難以承受 至此鄭某已徹底沦尾工具人 吞食結束後 大禹海棠 安排他直接飛往潮汕國際機場 再轉車去汕透交貨給下架 9月4號5號 我們臨時接到審庭禁毒局通報的這個線索 說就是這個具體某某人 什麼時間的班機到接陽 最後落實由支隊牽頭 聯合這個空港禁毒大隊 還有機場分局進行查機抓捕 整個人在檢查過程中也是非常地配合 言語比較少 神態相對比較淡定 鄭某的隨身行李很簡單 只是幾件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 此時警方還不能斷定 鄭某帶有毒品 整個案件移交給接陽市 登港派出所判明 因為懷疑他體內長毒碼 馬上就送他去人民醫院檢查 因為這個需要醫院的專業事備 CT或者這種事備才可以檢查出來 被帶回派出所後 鄭某向辦案民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經過 並將體內的毒品膠囊陸陸續續排出55個 到了第三天晚上 他感覺都已經排完了 然後當民警 當民警再次帶鄭某去醫院檢查時 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檢查的時候就發現了這十七六殼還在肚子裡面 我們當天晚上給他辦理那個日院手續 然後在醫院待到第二天 他的神智就有點不對了 那個街東人民醫院醫生說不行 他已經有點分泌的狀態出來了 可能是那個海洛因中毒了 最危險的情況發生了 一部分海洛因膠囊在鄭某體內破裂 必須立刻將體內毒品全部取出 警方開始和死神爭奮奪秒 迅速將鄭某轉移到室內設備最先進的醫院 接陽市人民醫院 病情發展非常迅速 很快就出現一個典型的海洛因中毒的症狀 包括意識障礙 有點失碎 昏迷 還有一個呼吸意志 已經出現苦存發肛這些 如果不迅速干預 可能會出現缺氧 導致全身器官功能衰竭 也可能就是一個死亡的一個轉歸 打開胃之後 取出之後 發現裡面確實有一個已經破了 而且是大部分已經是消融被吸收了 經過兩個多小時的搶救 醫生最終從鬼門關裡將鄭某就位 經過警方確認 這次運送毒品過程中 鄭某的肚子裡 共裝了72顆海洛因膠囊 總質量357.63克 海洛因的市場價平均每個1000元 這72顆海洛因的總價 約為35萬元 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制裁 下飛機看到 有警察在那邊 當時心裡收拾的公司 害怕緊張 真的是有點慌了 但是有一種解脫的感覺 至少不用被他們控制了 至少 至少我 還有一些 一次次殘留的陣營 2019年中國毒品行事報告中的數據顯示 國內毒品濫用形式在持續的好轉 2019年中國共破獲走私販賣運輸毒品案件 6.2萬起 抓獲犯罪嫌疑人9萬名 繳獲毒品49.1噸 那麼截止到2019年的年底 國內有吸毒人員214.8萬名 吸毒人員的人數跟2018年同期相比 下降了10.6% 各類涉毒違法犯罪行為 正在得到有效的遏制 天網恢恢 書而不漏 公安機關將持續加大 對毒品犯罪的打擊力度 斬斷毒品交易鏈 讓公眾遠離毒品的侵害 好 今天的節目就這樣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財經資訊 還可以下載我們央視財經的客戶端 再見